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 中國新疆的再教育營 傳出性侵和酷刑的事件 再教育營中的維吾爾族 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女性 普遍都遭受過性侵和酷刑 有人甚至惦急致死 BBC訪問多名曾經遭到拘留的人 以及營區警衛 他們證實曾經經歷或者目睹 有組織性大規模的性侵或刑求 當中有些受害者 再也沒有回到自己的房間 回來的人則被威脅 也不能將發生的事情告訴其他人 對此 中國外交部再度否認虐待事件 還說這些報導毫無事實根據 但是目前已經有一百八十個人權團體 連數呼籲各國抵制二零二二年 在北京舉辦的冬季奧運會